阿姨的爸爸愿意帮助阿子 那就挺好的 阿姨的爸爸谁都不喜欢就喜欢唐唐 你看你们 你们每个人抒发都不一样 阿姨哭是家没有了 爸妈离婚 阿子的后妈真的回到爸爸离婚了吗 真的离婚还是没有离婚呀 对我们要好好说话 不管阿子今天怎么了 你们都要好好说话好不好 不要去侮辱别人 不要去骂别人好不好 没戴耳间还把唐唐的视频打通 对其实在这几个里面 阿子唐唐儿媚 我说句真心话通过你们的表述 我觉得应该是他的爸爸最喜欢唐唐的 是不是你们不得不承认 谢谢春姐 谢谢雨洛 谢谢春婷 谢谢你们 你看阿子 阿子根本就没有跟一种有任何的知道吗 连手都没牵过 说说你们都不要当真好不好 永儿晚上好 美美对对 不要说阿子 阿子没有 对乱数的 他们乱数 唐唐现在找到一个对象好不好 那我也看了一下 那个小男生好单纯哦 实际上在这场婚姻当中 我认为 其实阿伯的爸爸更喜欢唐唐一点点 实话实说 我通过你们这段时间的描述 也通过我这段时间的了解 那儿没家 你们要财你要那么多 也太多了吧 这部时间描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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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正常 那是开玩笑的 夏天 你不要那么保守好不好 那这部间那描描描描描描那是开玩笑的 那如果 那野电影的人还 还描描描描描的 那人家也不可能当真 是不是 堂堂有能力 堂堂主要是对 堂堂学历高 有能力 那如果儿女家里面要财力要多了 那是不是将来也不好呀 对不对 今天直播结束堂堂也有缺点吗 人都有缺点 把儿子接到你 你那里上班去 好的好的 那是我最想看到的 想想堂堂找了个好老板吗 那老板默默的是不是 我也看过一次 那堂堂那个老板也喜欢堂堂 也是门当副队 看看这次堂堂能不能成功呀 聊聊八卦哈 我们也注意堂堂好 堂堂这个人好可爱哦 堂堂现在也找了个老板 那老板好爱他哦 二位爸爸说堂堂也有缺点 谁说要我吃完没有 儿子跟我做儿媳妇 生事好大春夏秋冬 哎呀生事好大 生事好大 春夏秋冬 我把你们几个记起来 还有492你们这几个 堂堂有心机 婚姻要两个人相伴 对两个人亲手 两个人要有共同的价值观 两个人互相包容 才能走得下去 儿子中午的儿媳妇是最好的 哎呦堂 你也这样说吗 哎呦你们几个好可爱哦 真的是你们我就说到 有十个人这样说了 阿伟在大梁上帮他 夏天其实我知道 你是个爱称分明的人 知道吗 你爱你喜欢阿伟 爱屋即屋 我也能理解你 一个人是来不了店的 堂堂找了个王总 做茶叶生意的 哦 是的吗 我们说的是正确的 火山儿子又漂亮是不是 对的 儿子很漂亮 什么一个月啊 几天就 谁几天就报了 巴尼亚 好好 你说谁几天就报了呀 巴尼亚吧 谁几天就报了 对孩子很重要 堂堂有大宝了吗 阿子以后会有好报的 她是个女孩 好好女孩 对的对的 春夏秋冬说得很好 儿妹哦 有点快 发展的速度有点快 要阿子跟你儿子在一起 好慢慢的培养 关键现在我儿子去了深圳呀 堂 我儿子去了深圳 过了年就去深圳了 堂总和王总两个好可爱 我看到那个王总有点默默的 知道吗 我感觉到配不上堂堂耶 你们觉得呢 我在这里悄悄的说哈 陈姐也说把阿子介绍给我当儿媳妇 那我想关键让我儿子 他们两个要来电呀 现在我儿子都没告诉我 他还找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陈姐 漂亮吃得饱吗 干嘛笑什么笑 没有 我是说堂堂那天你们跟我发的视频 我也八卦一下 感觉那个堂堂那个老板喜欢堂堂 但是我感觉那个男孩子配不上堂堂 八卦一下哈 你们也不要说我说的 好不好 我这是感觉 你们觉得堂堂和王总很般配吗 那我 那我有我的想心思哈 我感觉堂堂成熟了一点 我感觉那个王总不怎么成熟哈 这里包括一下 我感觉王总配堂堂还是有点窃取 我自己的观点哈 不代表你们的观点好不好 我感觉那个小男生默默的 感觉不怎么省事知道吗 感觉没有堂堂机灵知道吗 看到傻乎乎的 我悄悄的说的啊 你们要不要去吵话 到时候人家两个人成了还怪我呢 王总脾气好 对对对就是脾气好 这个王总他以后怎么成熟 这个男孩子他不是配不上堂堂 他说对爱情还不能很好的了解 堂堂喜欢王总吗 那我觉得还看错了 对小鬼说的红颜命薄 红颜命薄小鬼说 谢谢人尽其谢谢 堂堂喜欢王总 那就挺好的 谢谢人血起 谢谢你 那如果堂堂喜欢就对了 这是我的感觉哈 一个男孩子没有一点脾气 没有什么出血 对对对秀女薄的我认同 那我就不行 在我的性格里面 我还是希望男人稍微强势一点 男人太柔弱了 知道吗 不好 注射不好 堂堂王两个人都很能装 那也是很一周很美 红颜柳子命不好 谢谢幸福 谢谢幸福 送神小星星 红颜柳子命不好 对 有些时候 人家容貌一般的女人 还有好福气 实话实说 我的侄女儿长得不算漂亮 但是真的有福气 家人们我告诉你们 认识这漂亮的女人 还不一定有她那么有福气 堂堂喜欢上了那个老板了吗 堂说你的皮肤很好 阿伟一哭一闹 就把你搞得一哭一闹吗 堂 阿伟把你搞得一哭一闹吗 对有些时候 女人长得漂亮 不一定有福气 王总人家是一个老板 一个企业家 哦 那也挺好的 那管他吗 如果堂堂喜欢 那也挺好的 我再在这里八卦一下 哦 说得也好 725说得也好 堂堂强势 找一个脾气好的 也可以 那个男生 对对对 脾气好 那看男生一看脾气就好 心肯有点柔温柔的这种感觉 好 心肯有点温柔 那也是福补 堂堂强势 他喜欢一个 对 福在丑 福在丑人边 六二六说得很好 堂堂有点喜欢 那只要堂堂喜欢就可以了 有点傻乎乎的 表示人家傻好不好 当时这句话传到堂堂耳朵里 他说我们在八卦呢 看到就是有一点 默默的感觉 感觉有点默默的感觉 但是性格是很好的 哦 有点爱的人 就变成小脸 对的 你要说那样做的女人 男女都是什么 就是白痴版 知道吗 真的 那样做的女人 就是白痴版 我认同 因为我家有一个员工也是这样的 他其实他的年龄跟我差不多 前几年离了婚 找到一个男的 我感觉他的智商都为零了 真的 就傻乎乎的变成了真的是 我家有个员工 你们知道前几年 也跟我年龄差不多 他也是离了婚的 后面找到一个男的 对他很好 但是我就感到他变成了白痴版了 知道吗 这件事呢 两个人都强势 最后走不到一起的 是的 他们叫大宝 一个叫二宝 谁叫大宝 谁叫二宝 哦 现在堂堂在王子边 就小鸟一层了 那也挺好呀 一个男人改变一个女人 那就是最完美的 就说明心中有爱 哦 那挺好 那挺好 那人家堂堂愿意 那就挺好 为了一个男人 改变一下自己的性格 那就真心有爱了 谢谢今天是个好日子 谢谢你们 老家人在给我出点小站站 好不好 在公屁上给我出点小站站 谢谢你们 那就挺好的呀 那如果说堂堂 现在变得很温柔 那就说明堂堂喜欢这个男的 喜欢这个王总 你们觉得呢 你们觉得扣个一 好不好 谢谢拥护 那如果堂堂在这个王总的面前 变得温柔 那觉得是王 堂堂喜欢王总多一点 堂堂的朋友叫大宝 堂堂叫小宝 哦这样的 堂堂说他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 那挺好的 王总很高吗 王总有多高 有1米8吗 有没有1米8 因为我的子儿子1米8 我的那个子女婿也1米8 又高又帅 啊 这座人抱在一起了吗 你总 你跟老板找一个女人吧 哈哈哈哈 你们都不喜欢老板 我怎么去跟他找呀 他自己找好不好 到时候找的不好的话 又有人怪我了 王总也很喜欢堂堂 那就挺好的 那就容易走下去 那就不错啊 那这位子找到 有情人 忠诚 倦硕 那如果堂堂找喜欢 王总也喜欢 那就很好了 不要跟他找 叶胖子有老婆的 你说王总不成熟 我感觉就是不成熟 我感觉他面相显得好小哦 堂堂大还是王总大呀 你们告诉我 堂堂大还是王总大 你们告诉我 谁大呀 你们说王总大还是堂堂大呀 差不多吗 王总大 28了 哦 大两个月 哦 大两个月不算大 两个童年的啊 那挺好的 那挺般配的 那挺好的 差不多老板大一点 王总大 大宝大 大宝大 那男孩子我看就比 我看面相看到那男孩子 比堂堂小 这是我的感觉哈 因为那个男孩子有点 圆堵堵的脸 知道吗 我看上去那他比堂堂小 叶老板有老婆的你们看不出来吗 我们真没看出来 你看出来了吗 大宝小宝三姑爷 王王你 对对对 王王你 看到细皮嫩肉的 啊 所以说我看他就比堂堂小 知道吗 因为男生要显得小一点 王王总比一种逗 对因为看面相看到就比 因为女孩子要成熟一点 男孩子面相要显得小一点 在家是他 他那脸嘟嘟的 胖胖的嘟嘟的 罗山鼠的 音音说什么 音音你说什么 什么罗山鼠的 罗山话吗 我说一句罗山话 我们罗山人鼠的罗山话 王总是福建人 福建人聪明啊 福建人做生意厉害的很 福建人特别会做生意 音音说罗山人说的啊 我知道了 明白了 音音 我明白了 王总只对堂堂温柔 实际上是很严肃的 但是我看他挺逗的 知道吗 白白胖胖的 我感觉堂总 王总那种人就不会 就不会严格 知道吗 看他实际就没有脱奶气的 那种感觉 王总比堂堂大两岁吗 不是说一同一年的吗 他们两个直播很好玩 很好笑 那终于找到了个火宝了 知道吗 找到火宝了 那就像一样的 那未来阿子就像堂堂一样的 找个更优秀的 你们开心吗 那就像堂堂一样的 虽然堂堂跟阿伟妹走在一起 但是人家现在堂堂 如果真的和王总走在一起了 那你们开心吗 对不对 家人们 就像堂堂那帮王总卖普洱茶 自己补贴 这样的 听到笑死了 那就是家人们 你看没有 家人们 没有失怀的家人们 一定要失怀 好不好 谢谢 因为你看 从堂堂的身上 你们就看出来了 他虽然没有跟阿伟走在一起 当初很多家人们也失望 但是今天堂堂认识了一个 他喜欢的王总 那你们是不是觉得因祸得福呢 试着跟我客戈也好不好 当然开心 那你们觉得 堂堂现在找到王总 是不是因祸得福 家人们 你们告诉我 大约补贴了十万 对不对 你们看到堂堂 现在和王总在一起 虽然我们以前也不认识 但是我觉得现在 我也替堂堂高兴呀 他以前没有跟阿伟走在一起 很多人 也心里很不舒服 人也很失望 但是 他今天找到了一个王总 我觉得真的是因祸得福 王总不叉阿伟 对呀 那今天我们真的该跟堂堂说个大拇指 那未来我也希望阿子也有这种福气 对不对 家人们 你们觉得呢 堂堂都能找到一个 他喜欢的 那未来阿子也能找到一个 他真心喜欢的 堂堂说个阿子两天的选择 对对对 跟我当儿媳妇又来了 周立娟 周立娟又来了 我今晚他去了好多人的 周立娟 我今晚去了十多个人 周立娟 希望阿子也有这个未来 相信的 我也相信阿子有这个未来 他那个阿 王总谈恋爱 假装没钱 他挺会装的 王总就拿了一张卡跟他 哇 他太逗了 那常常聪明 有钱的女人扮一个柔弱的女人 那让那个喜欢他的男人 淋香惜玉了 对 阿子以后找一个比一种帅的男的 对 我也是这样想的 阿子没谈得那么优秀 慢慢来嘛 慢慢来嘛 会越来越优秀的 家人们 堂堂有福气 王总比阿伟强白贝 对呀 这不就是好事成双了吗 对不对 家人们 所以说现在我一点都不担心 阿子的未来 你们觉得呢 啊 堂堂办的农村姑娘 他能很聪明 阿子主要是没有文化 你老爸是个丑八怪 八二一八一四七 一老爸就咬牙切子的 知道吗 阿子平平 阿子就是文化少了一点 对的 如果阿子文化高一点 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 对的 你们说的也对 知道吗 但是没办法 慢慢的学嘛 没办法 好的好的 音音 音音你在哪里啊 音音你在哪里 音音你是哪里的人 阿子没主见 慢慢的就会有主见了 音音你说的哦 你要来找我 音音 阿子也是很可爱的 是的 阿子主要是没怎么读书 哎 认不掉多少字 堂堂是王总的助理 哦 哦 阿子如果文化高 就没有一种啥事了 是的也对 是被人骗了 哦 重庆人 管在广西南宁 老家是重庆人在广西南宁 对啊 哪里什么时候回重庆呀 我就说你是广西南宁的 因为昨天我记了 重庆人在广西 哪里什么时候回重庆呀 郭道帅 你去南宁多少年了 什么时候回重庆 晚上好 希儿晚上好 好感情没见到你了 谢谢希儿送的小星星 谢谢 谢谢 平平淡淡 谢谢 谢谢平平淡淡 送的小星星 谢谢 谢谢啊 今天是个好日子 送了我这么好看的 哇塞 这个掌声 好不像亮啊 这么多 哎呀 我的 我的那个植物钱 都蓬变生辉了 堂堂告诉老板说 他爸爸是做生意的人 对对对 家伙万事兴 阿子在海南工作了 你不知道吗 啊 对对对 因为我跟你们聊一聊 我白天用的那小号部的 晚上我用这个大号部 跟你们聊聊天 因为有时候白天卖货去了 就没跟你们聊聊天 所以说晚上我就跟你们聊聊天 谁聊天 希望 阿珍还没休息吗 哈 你们还在陪我 所以部队在哪里 几十年了 哦 你老公是部队上的吗 那好不 好可以 还是你是在部队上 原先堂堂告诉老板 他是从农村工作的 哦这样的 那堂堂挺 挺幽默的 他会演戏得很 谢谢平平大大 谢谢 哇塞 你们在这直播间给我 飘得好漂亮哦 好的好的 谢谢阿珍 谢谢你 进来陪我一下 好的好的 哇你们给我 飘得心心 好漂亮哦 那堂堂真的能装 装了 谢谢676 谢谢你 堂堂真的还是蛮厉害的 蛮能装的 很狡猾 老柯尼很凝滑 他不是一般的女人 嗯 哦全是部队上的 那挺好的 那依依你很好啊 你也是在部队上的 那挺牛的 我一辈子梦想当兵 就是没有当成 我梦想当女兵 就是没有当成 好的好的 春节晚安 好的好的 大宝很关心小宝 嗯 那大月堂堂和 大月堂堂和那个 大月堂堂和那个什么 和就是大宝 走在一起 大宝很关心小宝 谢谢今天是个好日子 你太可爱了 你给我打这么多 八八掌 你看我的工 那个直播间 好不笑念哦 谢谢你 好不笑念好不笑念哦 姑娘又跟汉族谈定下 成功的没几对 娘三姨族的姑娘 跟汉族谈定下 成功没几对 你们不是那个成功了吗 呀和那个 吉林 呀和吉林 是不是成功了 是不是 呀和啊 吉林就成功了 那还是可以 管他的嘛 成功一对算一对 那你们经常 天天公形容 一安安和 那个什么 下回求婚了吗 哇塞 那挺好的 今天晚上 套路一点 老板说爸爸是做生意的 搞得老板懵懵的 哦 堂堂说他爸爸是做生意的吗 谢谢平平淡淡 谢谢你的小星星 一种太好了 哦下回求婚 阿姨说下回求婚 谢谢平平淡淡 谢谢你的小星星 那好啊 那如果说 一安安和吉林 能走在一起 那我们也祝福他 阿涛和阿姨 我成功了 什么意思 大脸上有很多美女 但是都没有几个成功的 就只有 只有一安安和吉林成功了 万里挑一 今天晚上随发的视频呢 阿珍随发的视频 一安安对吉林很随的 那他是他老婆了 肯定很随的哦 一种还是有爱心的 阿桃和阿姨一末 阿姨一末要 还有两个月 要生小孩了 谁要生小孩了 今年吗 今年要生小孩了吗 哦 那 今年怀上了吗 前提是 阿姨和阿姨一末 阿姨一末是什么意思 谁害小孩子了 阿姨一末 阿姨一末 哦 真正成功的是阿桃和阿姨一末 哦 我以为你们打错了 我以为是阿姨一末 是你们打错了 阿强和阿姨一末 两个结婚了 哦这样的啊 老子结婚了 还要生小孩 阿桃 他们结婚了 生了小孩 阿桃和阿姨一末 哦 明白了明白了 查你把我搞的 是大娘杀的 哦 也是大娘杀的 阿桃和阿姨一末 踩你 八十万 哇 那也挺有钱的嘛 阿桃和阿桃阿阿阿 上海猫七都说 十六岁的老公对她 特别的好 也是买服务品的 孟来西达人 上海富豪 哦 张连说 什么应该上海富豪 哦 应该把阿姨当女儿一样 那阿姨今天太幸福了 上海猫七七多了 两年输 她还找 找了一个小十六岁的老公 对她特别的好 帮她卖服务品 哦 上海猫七七年的 找了一个小到十六岁的老公 阿桃和阿姨一末 快生孩子了 结婚很久了 哦 也是大娘杀的吗 小可爱 阿桃也是老板 阿桃和阿姨母结婚要生小孩了 那挺好的 家人们 我们明天明天上午见好不好 因为现在十一点半了 家人们找你休息好不好 我们明天继续聊 在我的支付间好不好 那我们今天晚上就拜拜了 我怕当给你们休息 现在十一点半了好不好 我们明天聊好不好 欢迎你们明天来我的支付间聊好不好 那今天晚上我们就说拜拜了好不好 因为马上十一点半了 我怕有些家人们要睡觉了好不好 明天再见好不好 拜拜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咯